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啊 爸 依然是秦家提斯 天生同同贵不可言哪 怎么会是天上不幸呢 是不是搞错了呀 是啊 那天生存活更是天上不幸的铁证 亲爷爷 一个个不是天上不幸 不是天上不幸 天上不幸 女成季后 也要是再动手 我怕你秦家必须反制 家伙人王大 是不是 赶紧呀 是啊 你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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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ce 你你Jeonne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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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cess 爸 你还不是天上不幸的 她不是 你饒了个爸爸 Coach Eu Potato 你是亲孙子 知道我是个唯一的学员 很怕 你们还年轻 再生一个吧 这都是为了倾家 易哥哥 不要嫁到我的易哥哥 易哥哥 赵伯伯 你要带我去哪里 小少爷 你别怪我 要怪就怪命吧 老赵 你照顾老爷子几十年了 古今 他洗了那个 要不 你去那边陪着他 不 不 不老爷 别照顾他 不老爷子 饶命 十八年前 你怎么不饶易儿一命 就是 易哥和那个时候 我才六岁 就让他扔在山崖 你怎么这么狠心 带你去 夫人 夫人 小少爷 放火去 小少爷 放火去 放火 放火 你说什么 小少爷 你身处 人 人 皇 降至 四一福 程总仙 是个人总 难道 咱老秦界的传说 成真了 易儿 一定是易儿很活的 他是老秦的天命之人 他没死 他还活着 易哥哥没死 我要去找他 我要去找他 我不怪是 天命之子 孩子流落在我十八年 不知道 有没有吃饱充的 有没有人欺负他 宁致 你一定要把我们的义儿 找回来 你找我回来啊 我这保险 咱儿子是天命之子 定有天命 没人敢欺负他 来人 穿过秦家九龙令 全国搜寻 易儿下落 快 是 快 好 学习 学习 张秘书 把宁州重通者的资料 全部发给我 远总 这么多天了 要不好好休息休息 这找易是别的事 不行 找不到易哥哥 我绝不罢休 易伯哥 也就算在哪里 会不会也跟这些工人一样 每天为了一口吃得如此心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能给清清也买点这么吃 天生虫图 神力无双 仁皇 我终于找到您了 属下筋链 哎呦呦呦呦 你跟我说话呢 仁皇 您消失五年 火云朵群龙无首 人心浮动 还望你早日回归 组织大局 仁皇 姑娘 你是不是躲就看多脑子不太好 你咋不说我现在躲掉秦家少爷呢 可是 您天生虫图 神力无双 属下不可能认错的呀 行了行了行了行行 叶哥哥 你到底去哪儿了 生了多年 你到底去哪儿了 进 林总 你用一周所有冲锋者的资料 我拿来 去哪儿了 林总 您要不好好休息休息 晚些时候再看吧 没事 张美叔 我们佛华金的签约 准备的怎么样了 都已经准备好了 行你先下去 哎 是 等等 林总 怎么了 赵秘书 这个叫十亿的 就在我们公司 妈 哎呦 我的费力得罗地坛 你 你怎么不做鞋啊你 妈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有什么用啊 你知道我这一块地坛 都你扛一年的水泥了 怎么了 我说你怎么回事了 一回来就惹妈不高兴 好了嘛 咱们跟着一般见啊 咱们走吧 用你的毛巾 给老娘把地毯擦干净 要不然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 一会儿把我们内衣洗了 一会儿把我们内衣洗了 记得要用手洗 水要用农夫山群的水 知道了吗 咱们 咱 喂 姐 啊 你好 我 是一 一哥哥 你 你是 一哥哥 我是芸汐 你不记得我了吗 对不起啊 我想你应该是认错人了 不可能 你这双独立无爱的冲头 我绝不可能认错 冲头 舅小姐你可能搞错了 冲头啊是白立仗前妻的表现 有的人虽然不过 但也绝对造不了什么独立无爱的地步 可能 哎 一哥哥 你再仔细想想 秦父 秦伯伯还有秦姨 真的一点也不记得了吗 不好意思啊 我五年前出了一次意外 从那之后 我这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 记得了 嗯 哎林总 林总 沈先生 是这样 林总文一直在找一位很重要的人 而您和他很像 所以能不能麻烦你配合我们 做一个DNA比对 哎 算了 我压根就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我没时间跟你们找到了 十万 只要林总配合我们做DNA鉴定 我们给你十万 只要做个鉴定 就能拿到十万 你能说的是真的啊 我现在就给你转账 好 我答应你 这 林总 请假如我们照顾口 您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 这么说 清静 啊 清静 你怎么啦 哦没事 你把上来凌州酒店宴会听一趟 喂 哎喂十一你这个要是吗 DNAP 都已经骗给你们做了 我现在去凌州酒店让 哎十一 刘盛 好坏啊 我不坏 你怎么会 刘尚你让我把那个废物叫过来干什么呀 该不会是想搭他的面和我 那我那我那 这种法系我怎么就玩你 我想到一个更刺激的 待会那个建筑过来 鬼点的真多 那万一又是 没什么万别 区区云家而已 也只能在宁州这种小地方撑廊撑大 不让你把这种人席给我联系 让我还高兴 我保证 九龙集团的订单我都能给你拿过来 你可别忘了 我哥可是火云宫的护法 不 刘尚 大人 大人 水下有到了圆红的踪迹 真的 我哥 小秘书你怎么在这 你哥哥呢 十一十一他跑了 什么 这 十一怎么还没来 你确定 他来宁州走店 他来宁州 青青 十一 我我太着急了就直接过来 着什么急呀 怕你跑了啊 没事 姐姐 你不着急叫我过来 是有什么事 当然是有好事情啊 我们公司今天不是和云士签约吗 我给你真没人的惊喜 过来 啊 这李总挽着的这个人是谁啊 不是他老公吧 看起来不像啊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签约仪式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 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 他就是我的老公 十一 不是吧 这牛中的商业新星李青青居然找了这么一个老公 看得起来像土包子吧 就是 这小子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吗 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的剧本 竟然让他拿到了 什么 一哥哥他结婚了 我 青青 你的成功跟我没有关系 是你自己努力获得的 我 十一 是因为你没日没夜的工作 为我一点点攒下启动资金 我才能走到今天 为此 我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卧槽 看这节奏 是要送股份转让协议了吧 李青青和云氏集团这次签约以后 市值最少十个亿 这小子要成为亿万夫了 青青 我们已经结婚了 这股份在你名下和在我们名下 没有去 咱们就没必要这么结婚 十一 你是不是连我的话都不听 不是 青青 好吧 没有可是 结婚吧 那好吧 青青 你放心 我一定 十一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啊 老娘惹你很久了 你真以为青青会把股份给你这个废物吗 这 这不是股份达让协议啊 难道是 妈 废废 不配叫我妈 赶紧把离婚协议书做签了 竟敢都一个个 我 毕丁总 见您一些人外面出来 啊 这是离婚协议书 我每天早出晚会 包揽所有家务货 除了生活费 所有工资都想交给你 你为什么还是不带进我 哈哈 为什么 你好好看看 我们家青青可是宁州商业的新星宛如酒店之缝 而你 区区一个泥腿子 要不是我们家青青你连酒店的大门都进不来 就凭你也配合我们家青青在一起吗 好 青青刚刚不会这么说的 青青 你快跟我说 这离婚协议书是你跟我开玩笑的 开玩笑 谁会跟一个废物 开玩笑 你 青青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 因为我只把你当作自动取款机和免费的忙 你该不会 真以为你是我这个金凤凰的鸡鸡无童了吧 星青 不是这样的 你在骗我对不对 青青 你快告诉我你在骗我 你让开我 跟你腿子 老年又是爱你 老年能让你三年上不了我床 这结婚都三年了没上床 这 实意难道是不行 既然你这么看不起我 那又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跟你结婚 那是因为当初在街上捡到你的时候 你一身的手工定制衣服 我以为你非福即贵 结果呢 三年 整整三年 看来领域的都没有真是废 张秘书 张秘书 你刚刚有没有听到 他说他捡到一哥哥的时候 一哥哥身上穿的是手工定制的西装 林队总 这李青青捡到十亿是三年前 咱们先毕竟 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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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如此 我实意在你们家当牛做马三年 又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羞辱我 因为我的主人 想看到一个难言崩溃的样子 原来如此 原来我不过就是个小丑 哈哈哈哈 十亿啊 你口口声声说爱卿卿 要不你跪下来给他磕一个 说不定卿卿会回心转意 秦强 你真的 会给我几个忙 你先跪 跪下来啊 我说不定真会考虑考虑呢 袁总 秦强 秦强 DNA鉴定结果出来了 他就是一二 我和你亲拜拜 正在赶过来 你千万千万把一二留住 千万要留住啊 这蓝二七下有黄金 这要是跪下了 以后怎么抬得起头啊 就是 这李总明摆着耍他呢 傻子才跪呢 好 我跪 一哥哥 他真是一哥哥 他们怎么敢这么对我的一哥哥 不要乖 一哥哥 你 好 你个实意 你竟然公开把小三带到天运会上来 这一发掌 打你口不择言 这一发掌 打你有点不足 这一发掌 打你心肠歹毒 你竟然敢打我 老大 你停了 走 真打了你啊 保安 给我把这监控抓起来 不 行 智晓 你不能杜涛 你踩什么东西 这里为你说换份吗 一股子骚吻 也不知道 是被哪个图大款包子见 你真以为抱上他 就能一步登天吗 真是笑话 没错 今天是我们公司与云市集团 千人的大喜日子 这个女人他来捣乱 就是不把云市集团放在眼里 怎么教训他 不过分 给我狠狠地教训他 除了事情 我负责 不行 不行 你竟然敢打我 给我把他拉住 今天我要好好教训一下你 这位章目秘书 李清清你好大的胆子 看这云总不是 云总 云总 你 云市集团 云总 原来他就是云总 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云市集团总裁 居然亲自出席签议会了 李总 你刚刚不是要叫醒 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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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说云国 还有你 整个宁州 你觉得哪个土大款 能包养我云县 云总 你是我胡言乱语 你也带着不记笑人过 胡言乱语 我看不见得了 你刚刚一口一个狐狸进 一口一个小贱人叫的可是赌尽的狠 既然我云西这么入不了你们母女二人的眼 那这合同 我刚会签你了 这华青的马上到手的十一合同 就这么没了 十一 你高高高高说爱我 想要挡住我这个合同 全面都太有 清清 我没有 没有 我看你分明这是故意的 直到我们不待见 就把云州上来 挑拨我们的关系 跑完今天的签约会 够 你这独自还在这班农市 分明是你们母女二人经常在 快点大伙他人 将美说 在 是家和华青的合作 是 不会是宁州的霸主 云市集团的总裁 这气势 害小 等等 这气势 太吓人了 等他 刘少 云西 你做个什么东西啊 你也敢拿我要的东西来威胁我的女人 这个人谁啊 竟然敢对云总这样大胖厥诀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他呀就是刘家二少刘华强 火云宫滔铁的弟弟 刘华强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在背后搞过 就是如此 就是本少 怎么 有意见啊 刘少 我家小姐不是这个意思 他 本少在说话 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剑狗 在这隐隐狂飞 刘华强 听着 这队外枪就是你挑风口 还是比招惹他比较好 这元氏集团的秘书还真是有涵养啊 林总 现在 还想回应 我们走 站着 有话者 你还是等 也可以走 啊不行 为什么 他是今天这场戏的男主角呀 他要是走了 我们还看什么戏啊 而且啊 本少还有一个习惯 不喜欢有始不终的事情 但凡看到的 就容易上火 刘少 人家帮你消消火 哎 不着急 你是夜人 而我现在要看戏 好 关于静静 我原本以为你只是因为我没本事 看不上我 没想到 你竟然为了讨好他 是如此对我 我不讨好刘少这样的天上真狼 难道讨好你这个没用的废物吗 我劝你啊 识相一点 好好自讨好刘少 刘少随便赏你的什么 够你这个泥扯的只好几辈子了 废物 听见了吗 还不赶快给清清跪一下 叶哥哥 不要 男人西下有房积 不能跪 走 你怎么跪的 李清清 从今有 怎么温断一绝 站住 还没下跪呢 真等本少说的话你放屁 刘少 我愿意再出十个亿的河浪 我希望你 臭娘们 别给脸不要脸啊 本少今天已经给足你云氏集团的面子 再不是好歹 本少今天我就拿你来写 大人 事情就是这样 您看 按你所说 神狂像是失去了记忆 怪不得贫面四夷之后 就消失了 通知各部 随我前往宁州 宁会扔方 是 林花甲 你胡吃 别走 这林花甲咱们招呼惹不起 舍不起 舍不起就大不了于此往后 有我在 谁也不能进入义哥哥 好一个鱼死我破了 那我就成全你 那好吧 喂 从现在开始 让云氏集团再宁招 云总不好了 云氏集团所有股票全面跌停 偌大的云氏集团 他只将灰飞烟灭 这 这刘大哨的势力 太恐怕了吧 云氏 怎么样 现在后悔了吧 云总 对不起 都是我 云哥哥 和你相比 去一个云氏 又算不了了什么 我云溪 我 嘴好硬啊 那我今天非要把你玩软了 来人 将这个女人给我拿下 我可是云氏集团的总裁 你们谁要是敢赌 后果自负 好 有本少在 云氏集团算个屁呀 你们都给我上 有什么后果我担着 上 云家的天之交女人 宁中的第一美女 被诗人称之为九天皇女的 云总 情人调报到如此地 还真是叫人赶快 李静静 你现在这么想着 等云哥哥送我来 就会知道你自己 不过是个漂亮小丑 我现在很获取一个问题 他到底什么身份 让你不羁 让整个云氏集团被毁掉 也要后他周旋 你都被人拉给同理 三年都没有人要的废物 他能有什么身份呢 你还敢说云哥哥 你看我不死了 你还没想到 宁中第一美女 性子还真烈 不过我喜欢 我就喜欢性子烈的 我就喜欢 驯服一匹 烈马 刘花生 我随你跑云走 又不是说我来 你跟他有本事要做什么 上英雄救美 好 叶哥哥 叶哥哥 我没事 我没事 没事 孩子妈的没事 孩子妈的没事 他可是首富秦家的独子 你要是敢动他 心不过来 他今天不会放过去的 什么 啊这小子是首富秦家的独子 这这不会吧 我看啊八成没跑 那小子啊也是虫头 要不然云总也不可能舍命护着他 我真的是 dna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您就是失踪18年的一少爷 云总 云总我错了 你要早说他是秦首富的独子 你要是早说的话 那我玩得更开心的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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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家首富的独子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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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州第一美人 的一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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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上我跟你说话呢 你都是说话呀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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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救他 好说啊 只要你 当着大家伙的命 把自己的媳妇 把自己的媳妇 全都脱掉 再在这个会场里走上这么三圈 我就放过他 机会只有一次 你要是选错了 他就死定 哎呀 老孙你再快点呀 是 夫人 夫人莫吉 一会儿到 有希儿在 姨儿肯定没事的 都是我们的子连心 我这右眼皮一直跳个不停 心神不宁的 我要是不亲眼看到他们 我真的不放心 快点啊 好 我脱 啊 在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我刘少 正无不了的女人 请开始你的表演 脱 脱 哎 怎么 你们都不满意 我给你们准备的节目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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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芸汐 芸汐 芸汐你快看看 观众们已经很热情了 你要是再不见 我现在用一次的 是 婆婆 她 不 是呀 有花枪 你找死 哈哈 啊 亲老头啊 原来这个废物真的是你的儿子 啊 不好意思啊 我 我 橄榄本哨的路 你不想活了呀 一二 都是妈父后没有照顾后人 他们终于找到你了 你 你真是我妈 秦老头 你们一家团剧的戏 为什么非要把布生起来 我北昭可不喜欢这样的戏 老秦 一二离家十八年吃尽了苦头 现在又被人欺负成这样 你到底管不管 臭老娘们 怎么 你想让本事摆两桌 给这个废物赔罪不成 我摆了你秦家敢接吗 我秦某人向来与人为善 但也不是任人容忍的软赤子 今天 你若不给我个说法 我让你走不出此门 姓秦的 你今天就不想到我走了是吧 好 本事我今天就留在这 我走了 我再要看看你这个废物 拿不成他 秦某 还是算了 一二 你别怕 从来都没有人能随意侮辱了秦家人 还能从这儿黯然无恙的走出去 首富秦家 我好看哦 啊 臭老娘们 你不会真以为 你们秦家这首富世家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吧 我告诉你 惹怒了本少 本少明天就让你来首富秦家 想帮我秦家首富的位置 饕餐确实能坐上 知道就好 既然知道 还不放我离开 但那是明天以后的事情 欺负我儿子 今天 我若不办了你 他我没人负 谁呢 秦老太 你不要乱来啊 秦老太 我安住了 秦老太 啊 啊 你这只财子 啊 秦老太 你敢打我 有种你杀了吧 否则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秦家的 杀了 我还真是不敢 但要是叫醒你个小的不宰什么 那是不成问题 秦老太 找死啊 啊 啊 我的事 秦首富 居然敢刘少都要打 秦家主 都说都是刘少他让我这么干的 我要我的事啊 你就是李清清吧 你把我儿子当牛做母吧 而且 爱搬戏鲁 七岁可铸 来 管我主人令 宣除封杀华清集团 让他 在商界出名 秦 一人白七白日 秦京 和一二就会三娘 你以为 你做的那些事情我不知道吗 如果不是我儿子 跟这个贱人是夫妻的话 你以为 你们能好好地站在这吗 你啊 走 回家 老狗 打了我之后就想走是吧 真把本校当成软靴子了 今天 在场的所有人都别想出去 他就是闪灵 号称虎云宫 顾法之下第一人 一手快剑杀人无数 传闻对手到死都看不清他是如何出手的 刘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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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哪儿去了 被上我挨打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出去 刘少 公主有令 欲擒是让三尺 而且主人说过 不可妄动秦家之人 我管什么狗屁公主 他们现在敢打我 我就是让他们付出代价 别忘了 你就是我哥养的那条狗了 是 山灵 你当真为了他要坏了九龙集团和火云宫的情分吗 秦老头 你不要再多想啊 他就是我哥养的一条狗罢了 他只是掏剂 不知什么火云宫 你们这一家子人 全部死定了 刘少 就这样杀了他们 太便宜他们了 杀 不是都本少哥哥受伤了 对不起对不起刘少 人家这不是担心你吗 你这个小贱人 你这个小贱人一肚子坏 帮本少想想 该怎么处住他们一家子 狗东西 刘少 他们因为他儿子打你 那你就打他们儿子呀 这俗话说的好 儿子是父母的心头坏 你折磨那个废物 我就等于折磨他们全家了 还是你这个贱 一心想弄死自己的丈夫呀 刘少 那人家还不是看你被欺负了的心疼吗 芸汐啊芸汐 你以为找回守护 我儿子就了不起了 老娘得不到的 谁也没想得到 啊 你这个主意不错 就怎么办 亲老狗 你好大的胆子呀 竟敢打我 那是你欺负我家人在先 老子就算杀了他又如何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够阻拦我 没有 啊 你们一家人 刚刚跟这个废物 团聚是吧 秀华强 你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我想让你 白法人送黑法人 火云宫也定非陶铁一个胡 我就不信 他能指手遮天 说的不错 火云宫的确不止我哥一个胡法 但是 五年前 公主失踪之后 我哥 就一路扶摇之上 现在 他就是聚首这天 怎么 你们这一家子人 应该很绝望吧 啊 这这田家 什么牛少 肯定完蛋了 只能说财富在所有权势面前 一文不止 虽然都是因为我儿子 和他们无关 你永远是冲我来 不要 不要 十八年前 妈就没有保护好你 现在 老天让我们重新团聚 妈妈不让任何人去伤害 没错 以哥哥 我们好不容易再把你找回来 却不容许任何人欺辱 还真是感人废福啊 谁说的 谁说豪门无真情 谁说的 臭小子 既然你这么想替你爹搞 行 我给你这个机会 你让我自你见 我就放你们一个人 我 你让我 你让我 十点 喝酒店 随我银魂人黄 是 神皇一移动 神皇 儿子 有位复赛 还轮不住你们退出 这话讲 有种冲口来 儿子 就算我们今天再接单逃 我跟你爸 也会站在你的前面 这一个梗 应该如何 终于还是把你抖回来 妈 妈 一人 一人高兴 因为我有疼爱我的父母 还有一个一直等我回家的人 十八九 儿子未能在你们身权尽孝 请安慰 生我一半 快起来 起来 可如今 我已经长大 就让我替你们 扛起这一切 你们一个一个的 给本生眼上了是不是 再敢磨叽 我把你们全杀了 你最好说到最后 好啊 我得想想啊 从哪个部位下去的交给你 是优娜 还是 我看 还得是这 一剑穿心 这什么鬼东西 这是任黄印 什么狗屁任黄印 等我哥 正式入主 火云宫 我要拿起破碗叶砸核桃 刘少 任黄印 事关人族气韵 还请你慎眼 闭嘴 不就一块破石头 说破天 最多是一块古董啊 还人族气韵 我倒要看看 这人族气韵 比不比得过 我这现代核心科技 刘少 别了 刘少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吧 你再压一个试试 信不信我打断你这哥们 不得不说啊 这东西还确实是一个好把 刘少 别 你真当我是傻子啊 同样的错误我会犯两次 快说 有什么办法 能将这个宝贝收入囊中 任黄印有历代任黄指掌 旁人别说是说服 就是无端触碰 也会遭起反伤 过来当时很凶 他也是经过任黄的同意 才暂时宝寡 说来说去 还是没有办法 真的吗 这个废 刘少 你只要将这个宝贝给我取下来 你们这一家子 我全部 明白 啊 啊 闪灵这么厉害 都被打得吐血了 你不要去 是啊 儿子 那人黄印 神异无比 不可妄动啊 可是我敢做 他好像必不排斥 这宝贝不排斥你 你真当自己是人王了 论天赋地位 血套 你哪一件能比得过本尚 我比你强 百位 千倍 万倍 我都征服不了这个宝贝 你凭什么 你配 在我大厦 只有火雾才有血 你个贱人也敢骂我 你信不信我现在去杀了你 要杀就杀 你别想用我逼破易哥哥 想死 没那么容易 今天呀 我就让大家尝尝 你这宁州第一美人的滋味 刘花强你做梦 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如愿 想死 可不如你说了算 主位 大家都给我排好队 今天这宁州第一美人云走 这有你们享受 如果不玩的 就是不给我刘花强面 刘花强 是不是我把他拿给你 你就放我们 没错 好 你先让我 还轮得到你跟我来谈条件 你再紧 我现在就烧他们 眼看他骑高龙 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堂堂首部 建筑的这样的首场 那秦义被天师指定是天煞故星 这刚相识没多久 就惹过这么大的麻烦 说不定啊 真有假肉 你对 我儿才不是天煞故星 你要是再胡说 我就把你 落地的凤凰不如鸡 你们秦家马上就要覆灭了 还在嚣张什么呀 就算我秦家再落 也轮不着你这种阿毛阿狗的来奚落 这是我秦家的九龙令 持此令 可在任何银行 批取最高十亿的现金 我只有一个要求 整化他的家族 我好一出恶狗强势的画面 整整十亿现金 即使宁州第一的云氏集团 也没有这么多 我错了 你当然不去小谷 你饶了我吧 放了 你如我秦家 我就当你是年少清狂 不安适适吧 但一样 是我秦家的逆临 岂容你无端无命 刘少 你看我一直给你在一边 你帮帮我 我一边去吧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你们家的死活关我屁杀 没眼力见的废物 我该被收拾 还想像我一样 七家秦家 什么档次 秦逸 我在数最后三生 你要是再不动手 我就杀光了 杀 等等 活着 放了 竟敢妄动人黄印 这他妈敢扫本校的兴 不想活了 吃饭 两位美女啊 不如今晚本校 有事不可 公园会 讲嘴 妈 你这妈的敢打我啊 你还见人 我还敢 吃完工法 刘少是我主人的右定 还请你手下留情 唐青 我这边杀了你 等等 回来 这 这 这 我 你 你 废物 你对这个剑 干什么 啊 给我起来 弄死他 你说 我打不过他 我不管你是谁 我告诉你 我哥说过了 整个火云宫 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实相了 赶紧 曾在滚出去 从此 啊 啊 啊 刚刚的事 看在掏剔护法的面子上 我可以不做追究 若你再敢出言不逊 我让你学见当场 什么啊 老婆 火云宫库法诗文参见仁皇 参见仁皇 什么 他 他是仁皇 仁皇 是你 仁皇殿下 现在你知道我不是骗子了吧 赤脸 仁皇面前 不得问 可这 这 哎呀 要不你们先起来吧 谢仁皇 什么胡法 你是说 我 我 我儿是仁皇 不错 秦义 就是我火云宫 消失三年之久的 仁皇 白毛女 你开什么玩笑 这个废物要是仁皇 不就是仁皇他爷爷 孵如仁皇 好 好 好 赤脸大人 无知者无罪 他并非我火云宫之人 无知者无罪 善林 你可是我火云宫之人 是 既然你是 那你为何无视仁皇训诫 对秦氏出手 真什么废 秦老头对我出手 本就是死最难逃 就算这个对我是仁皇 就 消失三年 我看这仁皇之位 也该换一换 这龙少 这话也敢讲 简直是无法无天 谢约之言 罪不容忠 是我欺负幼帝 是不是不把本座放在眼里 滔天 哥 这个臭娘们 帮着秦老头 一起来欺负我 你快 帮我把他们全下了 方明是你仗是忌人 师王 是不是得给我们一个交代 交代 刘华强胆大妄为 秒是仁皇 我斩他 要给你何交代 仁皇 哥 你别听这个贱女人不说八道 这个绿毛龟要是仁皇的话 他老婆怎么会抛弃他 来跟随我呢 是啊 他就是个泥腿子 连我们刘少的一个小目指都比不上 原来如此 赤文 仁皇失踪三年 你是不是要为即将盗的人皇祭 来随便扯个人 鱼目混珠啊 放 仁皇之事何其重大 我怎么会如此 行了 仁皇如此英武 岂会是这种娓娓缩缩的 这 这秦义全身上下也没有皇者的气度啊 不错 反而韬妾霸器无品 那是因为 错了 你不要以为仁皇不在你 快点手 折天 韬铁 你不要再口碰人 在粉座面前 请由你说话的份儿 韬铁 造水吃点有所冒犯 你也不必下如此重手 吃完 这就是你手下第一猛将 也不过如此 我看也不必等什么仁皇进 咱们今天就一决胜负 决出这仁皇归属 放 仁皇当面 你便妄以新仁皇之选 你到底是何举心 我是何举心 仁皇消失三年 我和云宫群楼无首 势力大减 别说是个假仁皇 就仁皇当面 我也要问他一句 你是怎么当仁皇的 说到底 你不过就是为了仁皇之位 就何必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是又如何 仁皇之位本就是有能的居之 要不然仁皇既少 为何会有人皇挑战 人皇挑战 儿啊 你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啊 这太危险了 你听妈的话 咱们不去当那个什么仁皇 对对对 老太婆 你当火云宫是你家开的呀 仁皇你想当就当 不想当就不当 你可别忘了 是你那个废话儿子 刚刚自己说的 说这仁皇印 并不开支他 什么 这么快就后悔了 要底呢 既然护法 已经把仁皇印拿出来 那我就给这个假仁皇一个机会 我都要看看 他能不能承受住 仁族气韵的反噬 慢着 你们火云宫的事情 不要牵扯到我儿子 秦夫人 你放心 仁族气韵 是不会伤害到神皇 二位护法 秦义是我失散了18年的儿子 仁皇之事太过重大 实在不是他能参与的了的呀 不如 仁皇之位岂融献 如果今天 他得不到仁皇印的认可 那他就是假冒仁皇 朱锦族的大罪 你们在座的 都是死罪 就算死 我也不会让你哥哥冒这个剪 不会没睡的 我愿意一试 仁皇殿下 你不必担心 大国小心点事 哥 这仁皇就真的有这么厉害 当然 仁皇印除了仁皇 别的人碰之 就会遭到仁族气韵的反射身亡 如果不是当年仁皇偏心把仁皇印赤 这货员工早就是我的 不过 马上就要仁皇祭 仁皇祭之后 便是新的人 哥 到时候 要把他们所有人全部夹掉 放心 这些楼楼随便就这么烫 小子 你速度快 我来帮帮你 温室新呼 你看 丁阳和鸡 爹 娘 是 你在这么默契下 他们可坚持不住 快 不要坚持不住了 哎 别动他 他狠狠军灭 轻轻一碰 灰飞灭灭 秦逸 你不会真以为 我们是来找你求和的吧 你大下斩进中原 没我自己活的 得要四十六 中原自古以来 便是我大下将军 而皇子野心浸奔大下 我念在上帝有报声之日 才与你们几个 竟然 少废话 成王败寇 只要 我们今天杀了你 整个中原 都是我们的 囊中之物 不错 不错 你们人族皇子 无敌天降 我看 也不过如此 一群蛮夷消息 以为公邪力 信入福度 便可以胜圈 在我了吗 看 他如今身负重伤 此时不动手 更待何时 而等一地 也敢冒犯人活威严 赤文 我看你还怎么跟我争 这个人皇之位 臭娘们 你的人皇怎么不动 这 不敢动了吗 大哥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 肆意地处置这些狗东西 不是 我将问你天下 这些蝼蚁 随便你怎么处置 秦老头 你儿子的命不是很珍贵 那我今天就要让你 终着也看看 本生是如何将他危亏湮灭的 你 我 有我在 谁也不能都一颗梗 没看 你看一百七个 等老子弄死他之后 再来好好的玩你 受死了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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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放心 就算他是真火 我也一定给你报仇 我 我 神火灭 你 你不是想刀生 不让我看看 你有没有这些天 梦天 梦天军 如果你想困 就满足你 什么 横仗的野心 是不会让你走上去 叶哥哥 怎么 不认识我呢 叶哥哥 我以为你 好了好了 你这不都没事了 快走 站住 静怡 我们可救过你的命 你不能安静地丑暴 你们母女的确就活命 所以今天我饶你们不死 但 你们在我失忆期间所做的一切 最合数 许帝华兴 将他们 赶出去 咱们走啊 走 你 我处理点事情 你带帮我先回去 我一会就回来 叶儿 要小心啊 公银仁皇回归 欢迎仁皇回归 公主 是我没有管理好鬼运功 倒是人心不动 还请你责罢 你干得不错 抛贴休息 等 是吞天不动 进阶极快 你应付不了 也尽有可能 仁皇 既然你已回归 那我要不就照报天下 可以就有消息 严禁风所一旧 会消息 与其千日房子 你已经早有了 另外 是 属下这就去办 妈妈 妈 妈 依儿 既然你早就知道 我们是你的父母 怎么不早点回来 让我们担心了那么久 妈 那个时候 不是实际还不成熟吗 爸 妈 你们回来了 这是 九龙 这个就是义哥哥 爸 妈 义哥哥这么大事 你怎么不后说呀 这是我们其他大行事 得好好清楚一下 秦吕之 你说什么来这 还说怕依儿回来了 九龙会有想法 你看他 咱家九龙多大的隔绩啊 是把脱力了 九龙啊 把脱给你了 妈 妈的意思我给你的 我亲九龙不是那种 被利益寻情的人 你们要是不相信 我现在就可以把九龙集团 交给你个 哎呀 你说什么呢 这九龙集团呢 你们哥俩 都有份 行了九龙 集团里的事啊 你继续打理 就是九龙 你哥哥刚回来 想聊条件 九龙 我离家18年 现在呢 即将我会被报告 九龙其他事情 还得你多危险 行 那我先帮你们统员 对 既然一般 那就要帮成员这次总务大会 让三叔公 一本的次重新天后祖国 哎 你别做啊 这确实是个好机会 什么好机会呀 你们这些经济有什么贱的呀 尤其是你那个三叔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 我跟一儿 怎么能无子分离18年呢 不去 不去啊 妈妈 快过去啊 我现在不是都回来了吗 无论如何 我回归家族 怎么能组组都不少啊 是啊夫人 这个事啊 一早不一迟 那行吧 那就去 不过你那个三叔 如果他再 哎呀不会的不会的 好了 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九龙啊 你还没 那 那 那我带你哥哥 是买套明天综组大会 要穿的衣服 明天我们自己过去 就 马尾吃开 好 喂 仁皇 我按照您的吩咐 调查了各超大企业资金流向 果然有新发现 说 近三年来 包括龙头在内多家超大企业 都有巨额资金流入战王 战王 你把九龙集团资料还给我 是 叶哥哥 你刚说九龙集团怎么了 没什么 了解一下九龙集团最近的情况 我们快过去吧 别让九龙这么久等 与其小姐 秦总回复让您到了先去找他一趟 说有急事找您 可是 没事 我自己进去就行 那好吧 那一格格你先进去 我去去就来 嗯 好啊九龙 你既然在这偷懒 我要去跟秦伯伯告状 下 您坐下 没什么事 什么事啊九龙 你这么一本正经的 嗯 下 你觉得我和一个相对 怎么样 我觉得 你们两个都很好啊 小龙 你为什么突然这么乱啊 你为什么突然这么乱啊 小龙 我喜欢你 我希望你嫁给我 小龙你干什么呀 我和叶哥哥早就又婚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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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消失了十八年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你在结婚对象是我 是我 可凭什么他遥远 你只要从我身边请走 你啊 小龙 你喝多了 啊 你告诉我为什么 为什么 这些事情我想我头 只要我想 整个群家都行 小龙你别放了 要不是秦伯伯当初收留你 你能走到今天吗 那天的事情 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要是有下次 哎 这是谁 怎么这么没有回去呢 我也不知道呀 咱们亲家这么多人 我哪能介绍到谁啊 大胆 有事 废话 当然有事 你是哪家的 这么没规矩 这主桌 也是你做的 我当然是请教 小子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啊 能从这道门 这道阵 哪个不是秦家人 但是 这个主桌 可不是哪个秦家人 都不资格做的 就是 这主桌 只有族中 德高望重的长辈 和家主一脉 才能做 你要是不懂规矩 我们哥俩 不 不介意 救救你 我是家主之子 小姐也见儿子 根本就没听过 家主只有九龙哥一个儿子 我呢 喂 把这个骗子 我都出去 是 这小子 好大的力气 小子 你到底是谁 来我们秦圣总族会捣乱 就是 别以为胡周一个名字 就想骗过我们 来人 住手 十二小姐 三 秦三宝 谁给你的短期 短期一哥哥不敬 这西哥哥 没错 他就是秦伯伯的亲 和芸汐的未婚夫 秦义 什么 这家族知识 他就是咱们秦年 那位天上弧星 他不是被他爷爷撤死了吗 原来是你啊 十八年前 你把这个家族害得旧惨 现在还想回归家族 十八年前 一哥哥才几岁呀 家族的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十二小姐 我尊重 是因为你是家族认定的儿媳 未来家族的夫人 但严格来说 你现在还不是我亲家的事 没有资格关我亲家的事 十二小姐 三宝这话 话口里不操 也不是针对于你 还请你见谅 小子 这里不欢迎 现在马上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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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宝 这小子 是天上弧星 天上弧星 你叔叔 滚出去 这种风剑 你新的画面 谢 行了 九龙 一点误会而已 他们也不是故意 一哥 没有规矩不成风 他们这些人冒 可不能就这么轻易算 谁敢冒 来 吃吧 来 给 你们都给我记 秦义是我秦九龙的兄弟 我父母的亲子 未来秦氏的继承人 未来秦氏的继承人 老夫我点头了吧 这老夫谁 他是秦氏独老秦宋 按照辈本 你才叫他一生三叔公 也是当初足利 要出世你的人之一 现在 掌管的秦氏独 你要是想进族 就必须给他这个 其一意思 小子 你究竟是谁 冒充了天上弧星 在我亲家 有何目的 秦老头 你说什么呢 就算你死了 义哥哥也活得好好的 你 再说 您别跟希儿一样 义哥的身份 我父母亲的确认 不会有 是有的 只要我活着 就不允许这个天杀不星 破坏我们亲家 义哥哥他不是天杀不将 别再 秦家的尊重大会 一个为我们的女神 插什么嘴 你 单书公书 你口口声声说 我是天杀不息 破坏心态 正确 十八年前 我亲家的那场危机 还不足以为证吗 人心 就舌头笑了 十八年轻 就是因为有 这些十字工人 为了以前的利益 才 吹嘴 什么东西 竟敢在老父辈前撒野 呃 北伯 你们都别 我们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 九龙啊 你是不知道 十八年前 就是因为他天杀孤星的命格 压断了我们亲家 九龙腾飞的歌曲 我们亲家的千年基业 险些 毁于一旦呢 哦 难怪当年集团连续 几个向我寿 账面现金不足五千万 差点就被迫 进行破诊就算了 夏天公 这些都是封建迷信 封建迷信 就在他走了当天 集团的所有项目 突然迎来了转机 之后 领知夫妇 按照天师所谓 收养 取名 我亲家 从此之后 一路上 走向了 飞黄坑打之路 哦 这一切 都是 没封建迷信嘛 听说 这天煞孤心 行客六亲 天生孤独 与人寡和 我才不想和这种人 做吹祖 舅 你看他那装 从头 看起来都是 不是这样的 一哥哥他 云丫头 老父也不是对秦义 他本人有任何一切 只是 此事关系到秦氏的兴衰 所以 所以你便问苍生 问你 把自己的成功或失败 完全归结于 所谓的 宁可 哼 无论你如何不满 只要老父我活着一天 你就休想 重进我秦氏族谱 且现在 请你离开 三哥 您是组里得到 把你们做 我也一直尊重张呈 但是今天 我不会让你们热闻 叫我一个都敢出去 九龙 你站一边去 此事与你无关 另外 你也做不了主 三哥 你看我能做这个主吗 儿子 一二 你没事吧 啊 不没事 秦明志 我早就说过 不要来参加什么宗族大会 都是些什么狗屑族人呢 十八年前 要杀你儿子 现在和起伙来 把孩子欺负成这样 你到底管不管的你啊 陈秦 你少在这里撒破 宗族大会 没有女人说话的份 女人 秦叔 你说小秦没有 那我该有个事啊 连智 三叔也是为了秦氏的生死村王种下 你把这个天煞孤星带回来 我秦氏家族将分崩离西亚 秦宗 你再敢说一句 我儿子是天煞孤星 我看你没关系信不信 是秦氏 三叔 够了 我现在是家族的组长 我儿子回归家族 宏东家 是 谁也打不住 我说了算 秦领志 你这是要让你爹 在九圈之下都不得安宁吗 三叔 你还少拿我爹的事来压我 当年 我不是 我蔡哥伍夫 我们两手子 至于曾经痛苦了18年吗 今天 就算我爹站在我面前 我才知道话 谁又敢影响我的决定 那他就一拍两张 和秦家 和你关系 我说 三叔公 这家族一脉 可是占据着整个九龙集团的半数股份啊 如果他们要是撤离的 那这就 而且 这么多年 都是家族和九龙 负责集团事务 他们走了 我们不就 没有这个辛苦了吗 就 大哥呀 你睁开眼睛看看吧 你儿子 要让那个天煞孤星回来 毁了你 亲手创办的千年基业呀 三叔 您就是喊不喉咙 我爹和老人家有悔悔的 你若是执意相信那些乱七八糟的 撑 别哭 不让我儿子 那 这秦家的基业 不做一半 八 妈 三叔公 我都冷静了 咱们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事情不能做起来 好好躺 三叔公 我觉得就说得一道 说不定十八年前那件事 他可能就是个误 好 让我答应也行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你还在想 三叔公 你 说什么 我的条件就是 你 不能在集团任职 而且 集团总裁 和秦氏组长的继承权 全部要交给九龙 不行 义尔和九龙 都是我的孩子 集团全的事情 是我们家的事情 还拥不得你 咱们指手发脚 陈琴 别忘了 我们也是股东 对集团人的选择 我们有花言权 好 把集团给我拆了 使不得 组长 三叔 你别这么固执 爸 爸 集团是你们一辈子的新血 就这么拆了 未免太可惜了 是啊 爸 爸 我和叶哥 谁做这个集团 都一样 更好吧 九龙集团是你们 一路扶持到今天 何必能够这本 再说 爸 来新闻会给人 傻孩子 说什么呢 不过三叔公 我好奇 你为什么非要九龙 来当成自己成人 为什么 秦义 别怪我对你有偏见 抛开你这天上不幸的身份 九龙 无论在集团的业务 熟练程度上 还是对我们前世的贡献 都比你强 但是九龙管理集团这么多年 一直做得不错 至于你少爷 看到了吗 并不是我一个人觉得九龙适合做继承人 在他的带领下 集团 化成的很好 我说你啊 还是回家 做你的副驾少爷吧 一群尸位做三十倍 新加都快我喝 你们还在这里自得其乐 这秦义在胡乱说什么 一群尔 九龙管理集团这么久以来 从没有出过纰漏 你是不是搞错了 没错 而且这些年 我们的分红 逐年增加 听到了吧 小子 你一个从未经过集团的人 难道会比他们更了解集团 像这种指导 等着年终分红的人 再不再集团 有什么区别吗 对 口说无评 你就不要在这里威严送听了 即便你说那听话乱醉 也磨杀不了九龙的故习 丁哥 你是不是对我这么问 九龙 我也很希望这是你 这是近几年九龙集团 现金流向统计 以及相关项目的调查报告 我已经发到群里了 诸位可以自己看看 什么 九龙集团 约六 现金 只剩 十一 还有 那些没乱你的项目 是怎么回事 什么回事 九龙集团 现在就是苏格 这是非同少可呀 你的数据来源 可靠吗 报告中的数据 均有权威机构备数 我敢保证每一项数据的最实施 九龙 你怎么解释 爸 这不是真的 西哥 我真没想和你争什么九龙集团 你没必要用这种手段来下 没错 确实我们先以为主的 这些数据的真实性 有待于考证 一个个的数据 不会有问题的 九龙 有什么事情你说出来 咱们一起想办法 爸 爸 你也没信心 我 爸 爸 这九龙集团本来就应该是 是我 对 我不应该和你不成 不 九龙 你和协议都是领智的孩子 他们不支持你 我支持你 相信 你一定会带领秦氏集团 走向更高一层楼 三叔高 这个是不得的 没错 我也支持小龙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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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 现在回头还不得 该回头的是你 你怎么可能 这些核心数据 一定是假的 这个 我真没打算想要 你真没必要拿这种手段来陷阱 爸 爸 我会想你这种 我才是更好的继承 九龙 既然你想证明自己 那我便给你这个机会 只要你能证明报告这个数据 都是假 七哥 和平的梦 这可是火油风十年一度的盛世啊 可以见到这个传说中的人黄 这是胡绍兵啊 各位 这个是我为家族拿下的 人黄 就算你哥所说的数据是真 那这个 也足以抵消我所有的过程 收起你的假数据吧 只要我们这次秦家 能够牢牢抓住这次机会 与火炎共交 那么我们秦家 至少还可以昌盛十年 九龙这么大贡献 拿什么跟他比 一二 反正九龙集团对你来说 也不算什么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到为止 你这个当妈的 未免太偏心了吧 奇异污蔑九虎你不管 现在你倒出来祸悉泥了 难道就是因为九龙这样子吗 千苏 你在这挑拨他们兄弟相残 你到底是何去信 我挑拨 这分明是你区别对待 三叔哥 我想 一定是一哥就有什么误 奇异污 只要你当着大家的明天做错 我们好凶 看到了没 什么叫恶趣 什么叫胸怀 是啊 地上有错就要爬 还打要立正 这是九龙 给你再去排阶 你可要把握住 九龙 从这样的话 我不还给你 如果你现在放弃 记住我们的身 我们还信 秦逸 你好不要理 九龙为我秦逝 想想人皇进情景 而你寸功为力 你凭什么让他放弃 就是你 分明是你的错 还倒满一旁 真是可恶 区区一张人皇进情景 就让你们认底 我拿出数据是假的 我该说你们是 还是有 住 区区 你可知道 这一张情景 足可以让领尖势力 打得欧货血流 罢了 你可能连什么事 人皇记都不知道 是我太为难你了 笑 不足语 按照你的数 只要我也拿出 人皇记情景 那你们是不是 就可以相信 我拿出的数据是真 就你 如果你能拿出 人皇记情景 那么 我就给你过家道歉 但你要拿不出来 你就给九龙下跪 你干嘛 三叔 这什么的 叶哥他 虽不知此 九龙 人善被人欺 有的人不知天高地厚 不给他一点厉害 他就不知道自己 是几斤几两 一二 毕竟他是长辈 你得留点点吧 秦领志 你少跟我说这件漂亮 你不就是想偏谈你儿子吗 好啊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 即便你是总长 今天 你也过不了他 你把人家当亲叔叔 人家可是把你当表职呢 要跪就跪吧 咱一儿 我不是受不起 爸 我妈说的对 有人上次年纪到 被你高 就像你老外 你就不能给他脸 你 好好好 你还嘴硬是吧 今天你要是拿不出人皇进行检 那我就要好好教教你 什么叫掌幼有训 一个为老不尊的好熟屁股 也可再死大 学子就做事 你要人皇进行检 是 这些够了 这 这 这都是 不 这些肯定是假的 这 这和酒龙的 看得一模一样 行 就不是说 这十几招 都是人皇进成像 不错 这些都是我回归秦家的见面里 哈哈哈哈 这是聪明反备 聪明误啊 如果你仅拿出一张 我还就信了 结果你一下拿出十几张 你真以为 人皇进行检 是大白菜吗 就是 如此珍贵的行检 你拿出这么多 你当你自己是人皇吗 我为什么不能是人 中口 造假数据 非造妖气函 现在 又冒充人皇 你想死 就别拉上我们秦家 这个都没有冒充 是 如果他没有冒充 他要是那位 他怎么可能会盯着 九龙集团这点东西不放 你不要把我们这些人 当傻子 OK 就是 不会是天煞无心 就会给家族招待 行 如果你真想救你集团 我可以扔给你 聪明 你不要说这大意不当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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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们帮我劝劝你哥 如果得罪了红鱼公 我秦家 可就完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快起来起来 把酒楼 你听讲 我去吧 一二 他怎么说 也是你弟弟呀 妈 此事不是那么简单的 够了 秦义 你表态过分 九龙身为养子 都能为我们亲家考虑 甚至不惜跟你下跪 而你身为弟子 却如此嘟嘟逼人 还配送我们亲家的继承人吗 就是 九龙都不跟你计较 你还喋喋不休 你连九龙的小物质 都比不上 究竟是我嘟嘟逼人 还是你流眼不住 正确摆在你面前不相信 却相信这个逐烈的表演 一个我放肆 放肆是你 你以为我正在秦氏集团 继承人的身份 要不是因为我爸妈 欣欣故 我分头那么多年 秦氏集团就是 龟非殷命 就由我何干 妈 大家都看到 啊 像一个为了继承人之位 而治家族于不顾的人 根本就不配带领我来 来 治治九龙 秦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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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关你如何积极败坏 改变不了解我 闭嘴 卖你羞辱的老狗 你 我念你是长辈 不想你往解补 一而再再而三的人 你居然还敢在我面前 阴阴荒废 反辣 反辣 你们这么支持秦氏集团 那你们知道 他出生于战王府吗 你们知道整个九龙集团 都被他掏空送给战王府了吗 什么 战王府 七哥 我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秦九 原名战争 战王世子 十八年前买通秦松 因而被送入秦城 你还需要我继续去 无灭 你这是无灭 知道你不会承认 赤裂 这人是谁 怎么会突然发现 我乃火云工 吃稳坐下 赤裂 这个 是秦九龙的绅士证明 以及秦松 勾结战王府证 这些 是我们火云工 亲自调查 这 完了 都完了 你 你 江龙 你真的是战王府的世子吗 不 不错 我 就是战王府 是 战 主 看 这 九龙竟然是战王府世子 这么说 能够正确 三叔 你作为俗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怎么了 我这样做 都是为了咱们家族 九龙 是战王府世子 有什么不好 咱们可以 金宝 战王府 这棵大树 你们秦家 就可以一飞冲天 这就是抽干几代秦家人 记载私信 送给小叔的理由吧 哎呀 本来呀 我想吞并你们整个秦家 一起送到战 这没想到 你和本宁公公的 跟一起 也罢 反正也不会影响大学 那就这样 本是先回王府 站住 站住 你逃空了陈家 就想走 什么 三豹哥 难道想对九龙都是我吗 别忘了 我是战王府世子 是什么 等我 善王 我厉害 秦逸 没想到 你这脱离了秦家 才能和 火云宫搞到在一起 有些本事 这不过我记得 好像这火云宫 好像也崩塌不了多久了 你能带我喝呀 不吃 你姐 更无耻的还在后面呢 我让你走 你们还想怎么样 朕以为靠着一个火云宫在护房 分一个被炸干的秦家 就能和我战王府为敌吗 爷儿 算了吧 这个白眼狼 他也是我从小眼那 是啊 爷儿 他虽然不认我 但毕竟 养得他十八年 爸 爸 死罪可免 火罪难逃 就没有你 想这本事 对 你 再敢出院过去 我杀了你 战九龙 十八年 无论你对我报官是真情还是假意 你替我进西夏之情 我认 所以我今天承诺你 饶你三次了 死 今天是第一次 哼 希望我饶这门 下次再见 我会把你踩在脚下的 只要你有那个本事 我随时换你 那十八年来 我不能对你有养育之恩 如今你要死 那就给他们个十八小头 还恩 我给他们可逃 他们配吗 不会 死 求求你们这些人 先想让我堂堂 战王虎世子 给你们这群 见明鬼相 废话少说 狗贵子 臭老子 你给我等着 等你火云宫 覆灭之日 我将让你 生死死 你战王虎 没了我火云宫 都不会吧 狗贵子 快进柯王滚断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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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演 我今年的事情 我战求我自己想了 狮子陛下 你等一等 狮子 我在这里 只有死路一条 你要走 把我一起带走吧 狗贵 你给我记住了 你已经没有 江城 完整风刺 我们要追求他 狮子陛下 怡儿 剩下的事 你自己处理吧 我先陪你往回走 师傅 我帮帮你去 你去 小眼 你 好 我一会就回来 逆儿 我错了 我求求你饶过我吧 逆儿 你为了一起私欲 恭喜圣宏 逃空行事 就算饶你 行事的烈宿烈宋 你不饶你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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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喝不到 喝你的血 吃你的肉 谁送 谁送 莫说秦苏名下 所有财产 逐出情绪 不 不要啊 逸儿 我这么大年纪了 你让我怎么活呀 你只不活 你逃空全家的失望 你又没想过 这些宗人怎么活 如果你要再敢都说一句 信不信不现在就大死 你死了 赶紧死 军师 军师 秦苏虽然偷 但整集团都被掏空了 我们居然还毫不起听 对现在你们平日里有多不信 来 一少爷 现在说这些也毫无意义 这各种王集团 都已经空了 倒塌 只是时间问题 谁来也救不了 是吗 万物的混工 给集团出资五百亿 是什么 一少爷 这 这是真的 这个你放心 五百亿出资不日就到这 即日 九龙集团 更名为一云 全部事物 交由希尔夫 一哥哥 我已经就帮你打理好一个人的 希尔 取消秦氏死第一线 如白 与其他员工一通计 就上课 失败 不错 我紧张 不要 贤人 是 易哥哥 易哥哥 贤医他们怎么样了 战九龙的事 对他打击挺大的 我爸在上面陪着呢 他们说 打算过几天出去散散心 怎么会有如此忘恩负义的人 秦伯伯和秦姨 把他当成亲生儿子 养了十八年 他居然 傻 不提他 集团现在怎么样 有没有很累啊 其实还好了 毕竟集团的整体架构还在 现在是等补运工的资金到位以后 收拾那些乱餐子就好了 兴奋你了 你 喂 什么 我马上回来 希儿怎么说 他呀这晚会赶呢 不过你让希儿改嫁 那秦家会同意吗 秦家 别说秦家现在是个空盒子 就算他是鼎盛时期 跟那位没法比 只要芸汐嫁过去 我们芸家就是新的秦家 那这么说 我以后就是首富富人了 哈哈哈哈 妈 妈你怎么样啊 你没事吧 我带你去医院 我带你去医院啊妈 哎呀希儿 妈没事 你不是说你端的这么 你妈不这样说你能回来 他是 爸 妈 这就是易哥哥 叔叔阿姨好 你来干什么 来的正好 我有些事情说清楚 爸 你有什么事你不能在电话里说 你非要把我叫回来 你都不知道 你最近几天忙的要死 忙什么 张秘书都说你好久没回公司了 那云氏集团运行平稳 我回去干嘛 我最近在帮易哥哥处理集团的事情 我自家的公司没时间打理 跑去给别人打 你还有你呢 易哥哥他不是别人 叔叔最近集团出了一些意外 离不开希儿 不然 早就来拜法威了 既然今天来了 照顾生个机会 跟二老一不了 我跟希儿的婚式 易哥哥 不必 你跟芸汐的婚约 取消 爸 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不同意 婚姻大事 这回来就是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这里有你说话不吗 好好说 希儿 什么话 我妈妈不会爱你 听你们的 我跟易哥哥的婚约 不都是你们地下的 希儿 今时不同往日 爸 妈 我等了易哥哥十八年 好不容易再找到他 我这辈子 非谈不见 云叔 我这段时间太忙了 所以才今天过来拜访 无论是我宝王 还是你 都非常喜欢希儿 我已经将九龙集团 改没有意义 而且我还会将所有部分 都捉到希儿留下 清晴的 你是想用股份 绑路希儿 是不是有点晚了 云叔 你错了 我这个做的 不是为了我们住下 不是为了让我们知道 我们对希儿的重视 重视 你把一个空壳公司 转到希儿名下 这叫重视 你把我们都当傻子吧你 妈 谁跟你说易云是空壳公司 老人事务 哎呀 九龙来了 快快快快 快点走 别走 战九龙 你来我家在乡 这里不关于 赶紧给我滚 去 滚 九龙要是不来 我们还未够在湖里 希儿 你怎么这么 我今天可是专门过来 向你亲的 战九龙 你这个无痴小人 这别来恶心我 不敢 九龙贵为战王府的世子 更是我为你选的夫君 其容你如此的不懂 是啊 希儿 九龙现在是战王府的世子 那你嫁过去 那就是高高在上的世子飞了 那可比什么 强的总裁 强多了 妈 秦伯伯他们带他如亲 他是处心积虑的掏空秦家 这种忘恩负义的无痴小人 我怎么可能打给他 王你执照人是正 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而已 只有成王败够 他秦家败了 就得尊敌人 谁说我现在罢你 哎 秦也 秦氏家族损失几百 一云集团如荫只剩一个空 你还敢 当初在酒店下跪了 我不是 姓钱的 你给我避损 我是不会把云熙嫁给你的 现在马上去换出人家 云书 虽然是你的女儿不假 但她也是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人 不是你提醒我 除非希尔不愿意 否则今天这个不云月 谁也无权作非 好大了口气 你还以为你是守不全家的少爷 爸 你别见江泽龙这个无耻小人的话 就在昨天 火云宫已经向行事注资五百亿了 火云宫 五百亿 没错 况且 我在意的是一哥哥这个人 就算是真的不云 我也要跟他在一起 不然我何必哭等他十八年 爷 我没想到你在火云宫还有这样的地位 可以从火云宫调动古板 不过也没关系 你的靠山火云宫 也快倒了 马上就会臣服在战王府的酒下 你干什么 敌服汉术 不自量力 我希望你可以这一只酒下去 听说 这门亲事你是同意 还是不 这几年战王府十里一日去走 营营又要押过火云宫的事 爸 我死也不在这战王府 就算是死 也得给我死在战王府 爸 原来我在你们心中 就只是为了攀附权贵的工具 营营啊 那爸妈也是为了你好 为我好 你们不过就是为了把自己的欲望 放屎 看你今天不好好 重视重视 住手 我救一帮女儿与你何干 营营是我独有奔弃 你再敢动他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 叶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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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满足都是他 瑞申 我是战王 是 论能力 我知道九龙集团多年 就算你干净 这十八天也是我陪着你 你还比不上他 你的世子身份是你爹给的 九龙集团本就是秦家的产业 至于感情 你一再逼迫我得不到变成有全市战友 这叫什么感情 去世战友 我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全市战友 竟然就没有感情 把你是死 我眼睛要扯到你 有话怎么笑 九龙有话好好说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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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话还不够吗 是云西他自己殖命 那就别怪我上去什么 云西 你是想跟着我们人家覆灭吗 云叔放心 他翻不起什么风浪 起立 是 爹 我早就低风是真实 同样的推我可不吃点 哈哈哈哈 市委手下的第一战票 咱们 有点灵魂的实啊 对象 你不是他对手 秦也 当然 我要在你身上摆被吵了 我转用 对 把他风筒给我打断 他 胸票贵在我们前 是的放心 老奴最擅长的 二人家贵 你 嗯 啊 黄道龙戏 你 你是人黄 人黄 没错 白 一哥哥就是当代人黄 我 不能是人黄 这都是假的 我为何不能是人黄 我若不是人黄 又如何能够调动火云共五百亿自清 我若不是人黄 又怎么能够拿出那么多人关系亲戚 所以 在秦家你倒是在骗我 我一直在给你机会 只是你没把我住罢 哼 笑傻就傻 不用再扔我下去笑 你放心 我答应过你饶你半死 这是第二次 你 真是 我为人黄 自等一言九鼎 那 这是你说我杀过的 我要怪我夫人的情 买武将剑 还敢吹也不信 你说个不杀我们侍族他 我是说我不杀他 但没说个不救世他 你 回去告诉战无赵 现在回头 还有机会 你竟然 三日之后的任黄剑 我让你 付出代理下 走 人黄 我去把他给杀了 他不自为惧 让他走吧 你真是任我疯啊 如假话话 你说 三日之后的人黄剑 我会向诗人宣布 我不需要你回去 请阿伟一定到 可是 是 郑皇府那边 您说放心 一切 进在我的照顾当中 我 真黄 时针差不多了 嗯 才是吧 是 时为五月 叙述仲夏 人黄大计 李胜文昌 请诸位 恭迎人黄 恭迎人黄 李毕 吴 既位西子 功身竭力 未敢送信 今日 招出位齐俊一子 共摆仙土人黄 祈愿四海收平 百姓抠菜 依虽得保立威 知道自己得保立威 就退位让贤吧 管差 他拿我们家世子 不想活了吗 秦也 本世子代表父王 前来关礼 你都不让 不要那么近了 死于是谁 竟敢在仁皇戒指上 如此嚣张 这不就是九龙蹄团的总裁 秦氏养子 秦九龙嘛 瞎了你的狗眼 老子是战王府世子战九龙 和他们亲家啊 可没有任何关系 战王府 这战王府 真的要从火云风 对上了吗 看什么看 快到后面站着去 这人黄借贪啊 没钱和我说 我可以赞助你 一块钱 战九龙 你今日来此 就是为了说这些废话 本世子今日过来 是让你退位让贤 人黄之尊 只有你如此尊重 我看放肆的是你 你和秦义勾结 上这种无德 无能之人 寄居仁皇之尾 你才是大象的罪人 仁皇受任于危难之时 府一即尾 便平面四溢 帮我大家安定 是百代难遇之民主 没错 仁皇青年勇义之名 威阳海外 我等十分敬仰 您 这次无灭 无命 他以天下之才 北几只妖包 这也叫青年 他面对四溢复仇之兵 是三年不可见识 这也非叫有意 战九龙 你不要胡说 我胡说 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记得火云公 向你们一鸣集团 注资五百 就是你亲自接手的吧 什么 五百亿 各位 你们还不知道 我们伟大的人皇 全是秦家独子 义云集团的乱戏成人 人皇 世子殿下说的是真的吗 是 我的确为秦氏之子 不过 义云集团的共苦人 已经并更为芸汐小姐 骗哥 你不会真以为 把义云集团 转到你未婚妻 芸汐名下 就可以演变你中宝私囊的事实吗 人皇 你简直太疯狂 这可是真正五百亿 你比我们的教皇 还要贪呢 人皇 我等商界众人 愿送您为主 将大量的资金交予火云宫支配 是希望您能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而不是 不是让您装进自家药包 不错 你需要给大家一个解释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都是因为你 掏空秦氏 一个个无奈 才调用火云宫的资金 掏空秦家 那是他们进步 不过 他善动火云宫资金这件事情 他还如何再未约我 九龙 这十八年来的一切 都是你算起的 突然呢 我放着一个好好战王府 誓死不当 去跑到一个秦家 做一个什么所谓的继承人 我在秦家整整待了十八年 没想到 还真有些意外是 他身为仁皇 竟然为了秦家 煽动动用火云宫资金 各位 这件事就你们怎么看呀 仁皇陛下 您擅自动用火云宫的资金 我现在一律向您提出秩序 您可以保持沉默 但您说的每一句话 都将成为陈塘正 这质寻陈寻生效 仁皇陛下 如果无法说服三届代表 就只得退位 难道 他要成为史上第一个 被退位的人 好 诸位代表 且听我一言 一而此举 确有不当 我秦领之 愿意将秦家家产 全数上缴 火云宫 用来弥补 他的过失 我芸汐 也自愿放弃一云集团 还有云室集团 为一哥哥抵过 够了 你废了他 竟然连云室集团都不要了 像你这种满心算计的人 就如何能够理解 你得一人心 白手不相离的情谊 哎呀 汐儿 你嫁入秦家 你什么都没得到也就算了 你现在就想把云室也赔进去吗 秦家 哎 秦兄 你这一生亲家 我们云家可当不起啊 他们秦家愿意上交 是他们秦家的事 我们云家传承不义 不会替人受之的 爹 吸水 云室集团 还轮不动你插嘴 汐儿 爹 你们无需如此 火云宫向云集团注资之时 我吻心无愧 吻心无愧 好一个问心无愧啊 难道能当人黄的 脸都这么厚啊 人黄陛下 还请您解惑 否则 我请问 我云宫资金 所为何用 安民生 即危难 保我大下之用 好 那我算了 云云集团规模如 第五 影响 数 卑职鱼顿 我只知道 云云集团乃是我大下 第一大公司 具体的数据 好 知道 那我便告诉 云云集团 设计三大理议 横跨八个 囊括从生产 到销售的所有关系 不要在这里顾所有而言他了 就算你把云云吹出花了 还是改变不了事实 云云集团 在多个关键领域上 领先于世界 掌握无数与民生相关的专利技术 云云一斗 大下 便会造成这些领域的控制权 多年前被人禁述封锁的虚弱 你们难道 我好吗 你这是在混淆视听 云导 还会有其他公司过来 大下之前能冲破封锁 现在也可以 只不过 会花些时间吧 那我问你 你需要的时间是多久 是一年还是十年 纵然我大下等得起 那个是白鸡都得起吗 云云集团有员工三十万 产业链上的员工有近千万 每一个员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 为了他们动了这五百亿 这倒不应该吗 原来如此 看来是我们错怪仁皇了 大下人皇 如此为民着想 真是大下之福啊 哼 各位 不要被他骗了 这不过是他的一面之词 至于 他说的那些功人 不过是想 你休要以你那龌龊心思来揣动人祸 你以为 什么都像你能要无耻吗 你这个女人 长得还算不错 怎么嘴巴这么臭 你就是他情义身边的一条狗 那自然就替他说话 火云工向益云集团注资一事 由我亲自经受 这是益云集团的还款合同 益云集团将在十年内 还清利息加本金 共进一千亿 没错 益云集团最大的问题 仅在于暂时性的资金短缺 他自身拥有极强的造选能力 只要解决资金问题 他仍旧是我大夏最有实力的企业 确实呀 益云集团一直在全球遥遥领先 每年百分之十的投资背包率 这在投资的社会效应 这对于火云工来讲 是一笔不错的投资 现在 耳朵还有多棒 人王宿罪 我的鱼盾 为能领贵您的爱民之心 爱民之心 就算你可以把注资仪式搪塞过去 那你消失三年 对火云工不闻不问之事 做何解释 人王大人之所以消失三年 是因为三年前平面四夷之乱中 受重伤 这才 作为人王 因为一场战事 便消失三年 对世事不闻不问 这 赶紧四夷让 世子殿下 您一直让人王退位 但你可曾想过除了他 还有谁能担此大处 人王以义气之力全灭 四夷之足 这一公司无敌于前向 若他退位 我想 再无人可疑 加速群穷 谁说我 我父亲战无双 无论 武力 谋略 财旗 哪一点比不上他 在我父亲的带领下 战王府所管辖的地带 所有的发展诸位有目共睹 我父亲为何做不成人王 近些年 战王府的管辖区 的发展 确实超乎预期 赵角龙 你好大的胆子 吃稳护法息怒 以免中了贼人的奸计 让人低看了人王的兄弟 我说的有什么不对 要不是上一阵人王老眼挥花 这人王的位置 什么时候弄他了 赵角龙 市区的老人王你都敢估计 看来我真是熟不了你了 信阳合计 雕成小技 别个护卫 随手一击就能打散 吃稳护法的臣民绝技 这战王府的实力 竟然乔汉斗融死定 吃完 你作为火云公第一护法 可这实力的 确实不怎么样 你们都看到了 我战王府如今的实力 完全可以提债火云公 让大厦 更上一层楼 不错 人王之位能者即知 我等 支持这 不错 我等支持这 战王府 如此瞑目张胆 百门要是要取而代之 难道 四人王已经失去了 对局势的工智了 难道才安定了不久的大厦 又要陷入洞盘 藏途漏尾之辈 也可大厦不堪 这人王也不过不死了 是 什么事 人王大计 怎会有四仪之人出现 新任四仪之主 竟敢好的我人王继承仨 你们好大脑脏 要是 神皇陛下真是好眼睛 就这样怎么认出我们来 前些您杀了你们四仪不少人 勉强分辩也是不成问题的 战酒楼 你与四仪之主私混在一起 他出言误入神皇 你 到底是何军 不错 四仪里依侵犯大厦边境 屠露我大厦百姓 让王府如此行进 是要与天下为敌吗 各位 少安勿躁 就算我占酒龙 胆子再大 又怎么可能和敌人勾起 今日 四仪之主前来 对我大厦 那是百利 而无遗害 你将屠露我大厦鞭名的罪魁祸首 带到仁皇祭上 惊扰先贤 还有脸说 对我大厦百利而无害 诗文 李大厦有句古话 叫战争没有赢家 李大厦是死伤惨重不假 当自不所受到的伤害 只多不少 那本就是你这些亲戎 该付出的代价 话快说 别跟我拐我不交 十次 我等前来 只是想 以大厦 化干戈 为运皇 只有你肯可为 我等成诺 永不攻下 如果真能与四仪停战 那我大厦的国力至少 还能再上一条楼呀 这刺疑之言可信吗 怎么样 秦义 你身为仁皇 又说自己柴心仁厚 那你能不能放弃仁皇的位置 换取大厦百年和平 我想 起国会不愿意 如果真能让大厦安生百年 别说去去一个仁皇之位 就算要我秦母戏 又有何 到 凭什么相信你 就凭我可以让他们臣服 让大厦百姓免受战乱之苦 这三年 在我湛王府管辖地带 四不可是秋毫未犯 这个 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这三年 确实未曾发现四仪禁犯 战脚龙 众所周知 三年前 四仪之主被仁皇斩杀 四不大乱 这才无力进犯 这 许你湛王府有何关系 不错 这的确是仁皇的功绩 无力进犯 各位 除了我湛王府管辖的南里 东荒 西末 北原三个地方的侵犯 可曾停止过 确实未曾有过大规模侵犯 但是小谷势力的骚扰 确实未曾停止 还有 三年前 平面四夷之乱 除了我湛王 很多势力都参与其中 如今 怎么成为他亲一一人之功 是子所言也有一定道理 我再退 就算当年一战 都是他秦义一人之功 可结果 大家都看 我们的人皇 三年才出手一次 如今四部全土重来 如果秦义再发起一场战争 消失三年的话 我大夏 如何自保呢 不错 我四部虽说不一定打得过人皇 但我们 就像大草原上的野草 只要风一吹 就又能茁壮成长起来 你们 杀不完的 你大夏 想要一个和平的抓住 而我们也未尝不想 只要你 变为战王 我等愿意臣服 成为大夏的藩属 战王 竟有如此大的规望 能让肆意臣服 仁皇毕竟 我觉得此事 可以 仁皇 我们此部 新话成语 你不要 不是好歹 我呸 西林战亚 大师胜若黄之辈 也敢在我面前一阴荒废 秦义 你竟然敢如此蔑视我的 啊 蔑视你比我无 而等四部 本就是大夏分数 百年前看我大夏沉入 妄想雪儿大一些 当我大夏之纯城 又岂是你们这些小小 之北能够断绝 仁皇此言 惠免也趁着无理了吧 三分人样还没学会 七分寿星却根深蒂固的蛮蚁 也非跟我讲理 秦义 你不要在这里顾所有而言他 用那些沉芝麻烂死的事情 来转移话题 仁皇此事确实已经过去了 你知道你说什么 光级历史 同于背叛 四一师小礼而无大 鸡小节而无大 纵末节而无廉耻 畏微而不怀祷 强必道可 弱必卑鄙 此等反复无成之小人 你们要我如何相信 仁皇 你当真要放弃讲和 我等开仗 秦义 今日你若再不回味 我自不将其百万大权 再供你们大侠 到时候 你们大侠 定当十八月 数千年了 大侠这边 底下各种财劳 买了又去 但我大侠 依旧雄力东方 你们要战便战 大侠何去 神皇 兵者不祥之弃 还请神皇 散死 神皇三思呀 兵者不祥之弃是 但儿子姓氏我 不还有一句 圣者不得已而用之 天忆四孝 你们比上人贼职 过得差一圈了 前夜 我四部百万大军 已经陈列大厦边境 只要我等命中有失 他们就会立刻发起总攻 不是不休 还敢威修 人黄息怒 万不可一时意气再起战断 让我大下边民 再承受战乱之苦呀 请人黄息怒 还请人黄息怒 起来吧 刚刚只是给他们一个教训 同时也是给你们提个喜 不耗战是 但不敢战 就王国 遵业 只在剑锋之上 七 不要回调视听 本来四爷 以诚心归顺 本来可以没有这场战争 可你 不愿意放弃人黄之为 使大厦 性 往受兵祸之乱 你 这种贪出权力之人 怎么还可以再为人黄 战主 你真警告不可杀 我就是要当着大厦的面 来揭穿你的真面目 使得大厦百姓得以安定 如此 我战九龙就算战死 我又何惧 世子殿下不可胡言呀 仁黄 你与湛王皆是我大厦之注释 权衣不可 万万不可去内风呀 仁黄 虽说世子之言有所冒犯 但也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 你们真以为四仪是真心归妇 他战王府是真心未活吧 不过是内战和外雷勾起起来 想要灭我大厦罢了 仁黄 你是说战王府 你 你只是在污蔑 污蔑 三年前平灭四仪之战 我大厦准备冲准 进攻突然 但四仪 你却提前得知处处设防 害我诸步损失惨重 难怪当年的四仪之战 打得如此惨烈 我 那是因为你指挥不到 你 你无能 我无能 那我倒想问你 为何你们战王 从未遭受过毒击呀 我又没有参加那招战争 我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 那我便告诉你 泄露秘密的人 这不是你父亲 战无数 任皇陛下 此事 可有证据 如果有 战王府害死我那么多军 我定不能饶 当时情况挺急 无奈之下 我只得才去战神战士 独占少了四仪之主 秦也 你连证据都没有 就想诬陷我战王府 你们可都知道 那场战斗 即使我战王府没有太大 时 可我不计战王 也在那场战斗中 深受重伤 人话 世子之言 独卒 战狼从那以后 就再也没出现过 这他有告诉过你 他怎么受的伤 难不成 没错 他当时趁我不背 偷袭我 才被我反击打伤 这就是为什么斩杀四仪之主 我会身负重伤 小事 算你了 我爹不在 当然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就是你不如你爹的地方 他至少不会敢做不改变 你说是吧 战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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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皇假天 牛战全部 你居然还没死 国贼不除 我怎敢先死 战无说 你口出 剑阅之言 是下奏反吗 那又 行了 他让这么几个人 来示范如此之情 如果不是做好了 万全的准备 又总会轻易先生 最了解你的人 往往是你的敌人 这话果然没错 秦义 你若是自己退位 我还可以给你留个体验 若是我不要这个体验 那我就帮你体验 实话告诉我 如今大厦之外 有四亿百万雄尸 你的霸军 根本动 他内有我战王府 百战之师 无个人可打 你们什么格 难道 这大校要变天了吗 这战王府 怎么可能养得起 这么多军队 那还不是多亏了 你们商家 这天下之财 唯我所用 你不要血口碰人 我知道 上代人皇 那个老家 我都看不上 所以 十八年前 我就带你们各大商家 安插自己的人 甚至连我的儿子也在情 这一切 果真都是你设计的 没错 十八年前 你秦家的危机 对了 还有那个天师 都是我一手谋划的 所以 就是把酒 送入你们秦家 而这样的谋划 我也不记得多了 哈哈哈哈 你这太狠毒了 连自己的亲生儿子 都不放过 住口 一个无知的妇人 要不是我接运筹帷幄 我战王 就怎么会有亲戚 说得没错 儿子 事实证明 付出 总是有回报的 秦义 三年前你重伤了 而这三年 就恰恰成了我最好的情怀 我趁机发动所有案子 抽空你们商家的钱 为我战王府招不用买马 终于有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哈哈哈哈 我就是要告诉你老家伙 我这样无数 才是最有资格 继承人活的人 老黄里翻得差不多了 现在 该你们做决定 战王 何必如此 有什么你不满意的 我们跟你谈吗 谈个屁 跟这些乱臣贼子 有什么好谈 我大家就没有投降的军人 我们要以敌民百姓为重 不可妄动 以我看 你二位 不如各退一步 无论是东西二皇 还是蓝北分支 总好过 战火纷飞不是 想 谁不说天或二日 活无二终 我大家自不统一 无数鲜血的心血 才换来如今的将军 我岂能让他在我的手里分裂 秦义 如果是你投降的话 还得先问问 废话少说 龟凉找我 富于顽抗者死 没有第三条路 一死而已 你这国贼希望让我修复 好 好 那 我就先用你的血 来祭祈 战无数 你真以为自己稳操胜券 难道人坊 留有后仇 不错 秦义 别在这里虚张声势 你这是在拖延时间 战九龙 你难道没有发现 今日的人坊计 人少得心 九大和八 没错 除了饕铁这个被你收买的叛徒 还有在宫内坐这的欺误 其余其人都在我回回秦家之前 被我派进去 不 不 不可能 战无数 不不无权子这句话 到你这 怎么就不喘了呀 镇定 秦义 就算你提前派出七大户法又如何 我谋划多年 又岂是你不到粤语 便可翻盘的 本来的确没那么容易 但幸亏吃我足够细心 而你们 也足够喊息 人坊妙子 我所做的 不过是一些繁琐的工作 还得是您 会见如据 人坊 您的意思是 危局一解 不错 在我恢复新义之后 市委销禀报了各大协的资金议程情况 而像战九龙这样的案子 以为任务结束了 就开始似乎忌惮 让我清晰的看到了资金流向 一切 就变得容易 所以我提前将四大户法派往边军 以死来防备的百万大军 而另外三人 则那几万象 专门针对战王府 所以等待着那些叛军和外敌的 都是一个又一个的陷阱 这人话 竟然如此浇荒 不 需要不然我们先 闭嘴 你是大义 差点毁了我多年的谋划 我要不是看你是我儿子 我现在就杀了你 战王 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 咱们快撤吧 不然我肆意而劳 怕是要吃大会呀 撤 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当我那在什么地方 这堂堂的战王难道被自己的儿子去送了 战王说 你休要在这装疯卖傻 现在投降 人皇人等 还能饶你一条命 再敢负与顽抗 而等只有死路一条 哈哈哈哈哈哈 哦 我们还 战王 还有什么路 彩虎宗 我们就真到光了 你要我们杀了 就算边境溃坂 照样赢 战王 这秦义随手一剑就破了我们的先进四象阵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你们不行 我可以 大言不惭 人皇战利无双 还有人皇既加持 就凭你们引火之光 也妄想与浩月争辉 你不会以为只有你们有后手 秦 这 这是什么 不错 还算有点简直 这就是我专门辛苦继练 专门为了对付你人皇印的万魂犯 我没有杀你的实力 我又怎敢以身犯险呢 我说郑王 你有如此好的东西 为什么不早点乱传 害我们徐晶义长 就是 只要您拖住前衣 剩下的都是土鸡娃狗 没错 就算杀不了人皇 也可以让大象援起大赏 星天 裂个痛看 干万魂犯 你怎么敢 你叫功成万魂犯 我又何不敢 你那人皇印中的生还又何曾少了呢 我仁皇印 皆是自愿护活的大象英灵 不要用那进入生命的万魂犯来侮辱他 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 我只要杀了你 我怎么说都可以啊 没错 长王败高 跟我父亲拿到天下 将手上的万魂犯改变神皇旗 而你手上的人皇印 就是残害圣灵的使命 他说啊 谁又知道真相的 无耻 我听令 属下在 带领火云都不下 不送众人转意 可是 可是 想走 给我回来 我说过 今日你不能用仁皇印 万不实体 不 仁皇印 正在被月气所净染 战王败 万魂犯国 真神异 居然能侵蚀仁皇印 不错 没了这仁皇印 我看你如何阻止我们 大开杀戒 挑两小丑 不用仁皇印 我早就能斩杀你们 那对手是我 吞 吞天魔宫 不错 如今我吞天魔宫 你即将圆满 你拿什么跟我斗 吞 哈哈哈 吞吞吞一个仁皇 也不过如此 今天 就要用你的仁皇室 助我神功大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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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彥啊 今天你死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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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無從頭 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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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戰無雙 你還不服術 人華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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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還沒有雙 你們出哪 戰王 勝敗來兵家常事 不如您跟隨我們前往四義之地 緩緩突之啊 啊 爹 爹 你不用救小王 快 誰說我要逃 我半生 在我輕易放棄 你不走 我們就收補豐沛了 我還沒有登機 誰也不去走 我欲團天 你們快走 你們 戰王 你 你要幹什麼 我們可是猛友啊 我要你們 助我沉默 快 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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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拖走他 我一會兒就追上你們 哼 想走 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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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 親已死 源大哥 真 死 給我 過來 誅心 人皇印已到我手 兒等還不投降 黃元甲 吉日吉 朕既任仁皇位 敬者 像你这种人 永远都不配当仁皇 我不配 朕刚刚斩杀秦义 又手握仁皇印 无敌于天下 朕不但要做仁皇 还要做一个超越先贤 你个伟大 朕不说 你这个乱臣贼子 还配合诸位仁皇相提并论 你坚持就是厚颜无耻 你朕王府深受卓瘟 你却因一己之私勾结四仪 突入我大下国民 如今又谋害仁皇夺权篡位 还在这大言不惭 你这个后手匹不疼然老子 我恨不得顺势你肉 老匹部 找死 大人 儿的还不跪外本王 参见人皇 参见人皇 是我刚刚因为你们二死 你们竟然 志文护法 邱森玉自人的本了 我们只是不想死罢了 志文 算了 叶群藏梭草草 秦玉自人已经死了 只要你可交给我 我可以放在你家 你放下 我就是念死 我也不会嫁给你 你要死啊 不 我不同意 群叔 你该选择了 实时务之为俊杰 谁成为人皇 跟我们云家都没有关系 云山参见人皇 心里儿 秦玉真的已经死了 你去答应救龙吧 这样以后 你就是人皇的儿媳妇了 你别让这样 现在 就连你的父母都祝福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站走喽 无论如何 秦伯伯他们对你有十八年的养育之恩 你 不 那些都是小事 只要你可交给我 我们都可以商量 是吗 凤华 不错 毕竟他们可是上任人皇的宿 只要肯臣不与朕 那朕还是有宽恕他们的对 我们用找你来宽恕吗 我只恨 十八年前 我是瞎了眼 怎么收养了你这样一个白眼狼 小东西 你别点不要眼是吗 是 不要冲动 眼死不上 我们 也不像狗 这种信仰 终究 没让你当成 我老亲家的儿媳妇 欣伯伯 我虽然没有和易哥哥结婚 但在我心中 我早就决定与他生死相随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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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连其妻生父母都不管了吗 欣欣 我们人家养你这么多年 供你吃供你喝 你就是这么拨打我们的吗 爸 十八年前你和妈为了权势 将我送入秦家 跟易哥哥定下婚约 这十八年来照顾我的人一直是秦义 不是你 欣欣 是妈妈不好 妈妈以后 以后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 妈 不必了 我欠你的生恩未还 只能来世再报 你这个不孝女 别管她了 她自己想死 快来死去吧 这 秦伯伯 秦爷 希儿先走一步 易哥哥 等我 希儿 你既然要死 那我便成全 来 来 我 唯唯人王 得被自放 英灵固体 欲难成乡 不 易哥哥 不 秦义 你却没死 是我们的义儿 是我们的义儿 天鹤连剑 神皇为死 要站起来干什么 都给我飞下 请你已经死了 死了 竹天气荡荡 人道日新龙 休想站出来 你死了还想作罪 那我就让你再恨一次 那我就让你再恨一次 输 给我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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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练 还有谁 还有谁 终究是 祷告一识 魔告一诈 不 是哥哥一定不会输的 斗罪 珠邪 仁皇赤令 开 这为什么 行 你等我一下 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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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 你们拍 不怕死,我理解 不怕死,就不要坐现在的位置 是,是,是 湛王身上还未平息 还请诸位各司其职 还大厦百姓一个安宁 我会时时刻刻看 是 想跑 仁华,站住了想跑 仁华,你别杀我 我们可是兄弟啊 你现在知道我们是兄弟吗 爸,爸 你要把我求求仁华 求求仁华 雪莲 把他关进火云公碍玉 是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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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随我平地叛乱 再开仁华计 本次仁华计 一是为祭奠 谢贤英领 与平地战王之乱中 牺牲的战士 诸位随我 快 谢贤英领 你上台来 本次仁华计的第二件事情 便是我要娶夕荣为妻 邪尔等一二十八年了 终于修成正果了 是 易哥哥 今天不是仁华计吗 你怎么 今天是仁华计 也是我们的婚礼 只是 这样的场合 会不会对仙仙不敬啊 放心吧 历代仁华和边疆战士 都是为了大家幸福而战 我想 他们看到我们的婚礼 也会开心的 仙儿小姐 我等征战沙场 为的不就是在今安居乐业 为人王大婚 贺 为人王大婚 贺